最后大选还剩下四天的时间 那么林坤海三地董事长 有没有涉及到赌盘 有没有涉及到这个政治 到现在为止林坤海先生拒绝回应 可是林坤海董事长的新闻台 在访问宋楚瑜到目前为止 逼问宋先生 那么你会不会到最后弃选 你在最后一天会不会有什么弃选的 是不是一定要选到底 这个是社会大众自己来评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却委员在高雄现场请说 却委员 我委员的晚上10点 说林坤海 举立总统和立委选去堕盘 到现在已经25个消息了 依照过去三历 说他没做 这样就拍拍就了 但是他今天完全不敢说话 不但不敢说话 他新闻台又转移焦点 晚上用于大发新闻 去转风宋楚瑜主席 我其实感觉今天应该是 正好他去转风 林坤海啊 自己问问啊 你有自己总统林区的选议都没有吗 你放约谈吗 现在是就跟你约谈吗 他说这个啊 结果没说啊 结果他去找宋楚瑜主席 说一些五四三 那大家不想听啊 大家很想听啊 是说你困海啊 你到底什么人 难道高雄啊 不知道是不是 高雄大杂 你很要拔聰的 你有敢不敢去选择 没做简单的问题 你签多少 公共的就好了啊 杨栽账不敢说 大家叫黑党 很减少的啊 就 庄教授 刚刚我是回应一下辉文啊 辉文刚刚提到说 为什么没有告书俊斌 因为书俊斌太小了啦 宋楚如果告了之后 他拉台声势啦 也是选举卡 这告联合报很好啊 告联合报 这个当然对大媒体 它是好事情啊 第二我是觉得很奇怪啦 媒体专访 在大选前四天 专满某一位候选人 他就是没有希望的候选人 对 你怎么这样 就当然这样讲 而且 最后还问说 你会不会 气饱 这个 这个已经跟媒体的 这个已经对 等于说担心宋先生 会好像不坚持选下去 担心很厉害的 才会出这种事情 但是这就是台湾 最后四天的这种现实 各种奥伯都会出来 所以这个社会大众 自己来观察 文家先生 还有现场 哪位有话要说的 请准备 坦白讲 我觉得从宋楚瑜开始参选 我就认定它是一个悲剧 今天 大家对于三立大话 去访问宋楚瑜 彼此之间相互利用的情形 大家都讲得很清楚 其实坦白说 难道我们观众看得不清楚吗 那这件事情 三立大话有它的策略运用 可是我真的很想问宋楚瑜 你真的觉得这样对你好吗 你还有未来很长一条路要走 现在观众有话要说的 高雄现场请说 哪一位 喂你好 选总统有两种 一种是支持马总统 另外一种就是不支持马总统 然后为了先进国家 为了人民的生活安定 而去跟大陆做生意的贸易往来 那是为了百姓的生活安定 那我们台湾的民进党 台湾的民进党就心目中只有 他心目中只有大选 而且是想说如何把那个选票骗到手 然后就是说 他只要当选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什么事情都可以隐瞒 那这是对百姓是不对的 谢谢 好的谢谢 屏东的戴困柴先生 戴先生 请说 我是希望说台湾要衰竞 要衰靠高德调靠居座 带车用那个奥姆 阿邱姆 我戴困柴你知道人 你如果是说林困柴真的 说用那个赌盘 你不要车被拔 你现在比较才会出来 你去拔检调单位 叫他去的京都要你 对 这样吧 对 他比较他到底没出来 你拔检调单位去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算后不 二十一站我听说 还有 为了要选拐 要拖我们这些农意园的事 怎么说呢 第二站 说金销两颗啦 田宿两颗啦 我们说真的 我是希望你们要衰竞 不要拖我这些瑞士 你们要怎么说 不要叫现在做总统 酒班一斤二百五十块 后来帮我做三百 现在金销一斤两颗 后来帮我做总统 拖一斤二十块 水 田宿两颗 后来我那是 看那三十二十 要这样说 不要说 拖这 什么两颗赢 大家要拖一斤二十 不要这样算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人吃到七十几岁 要想要开 要想要开 那些变得算不对 你请要出来 对不对 人要想要开 大家吃到一百岁啦 这就是我的心声 等一下 谢谢戴仙 二十块 我都能够 当然友台专访宋属于 绝对 我想陶哥绝对不是什么吃醋啊什么 绝对不是 这不是媒体专业的考量 也不是从收视率考量 是从政治跟选举的角度去考量 但我必须讲 他最后追问那个问题 我们可以忽视吗 剩下四天投票 如果最后两天 来个下跪的啦 还有最近开刀的啦 出来再跪一下什么的 什么奥部什么的 会不会影响 还是会影响 十秒钟 他家家家家闭神了 他家家家家家的 一下下跌的 他家家家的 影响着我们未来的利益 不如大家专心专力 为你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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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休闲 那什么要说 主席的最近的广告 不长得强调说 改变未来列车 叫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最原始的实践 就是清廉政治 透明选举 绝对不能介入赌牌 刚才戴婚拆先生讲过一句话 所以今天选总统呢 如果马总统讲 我的客槟了 我让他有两百块 我300 我去啦 什麼一斤二十 我就說 話剛好應該60塊錢以後 這就是一個正面的 這就是讓人民可以 在兩個好的裡面選擇 可是台灣如果到最後要靠澳波 還有四天 澳波無好無 但是民眾以為都可以被騙嗎 不一定 相信台灣 相信人民 再回來訊位總會 晚安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在高雄跟在屏東的鄉親 謝謝 明天見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無線衛星電視